學校沒教理財 畢修科阿克力 今天來幫大家補課囉 今天要幫大家補的是 ETF的對決 而且是市值型ETF的對決 這個大家應該就是很想知道啦 那以現在台股的ETF規模來說 已經超過兩兆了 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 規模第一名高達4000億的 元大台灣50 0050 那相信這個大家都知道 0050是什麼就多加贅述啦 那0050呢 它身為一檔已經發行20年以上的 這個ETF啊 績效確實表現的也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現在很多人啊 都在定期定了0050 那追蹤台灣50指數呢 其實不只是只有0050 還有另外一檔是富邦的006208 所以0050跟006208 兩檔該選哪一檔 今天就幫你解析 那這兩檔呢 我們先打開阿格力的價值稱張股APP 就是阿格力自己開發的APP 那基本裡面呢 你查詢ETF就會有成分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成分股 0050第一名的成分股是台積電 第二名是這個洪海 那基本上你也知道006208是怎麼樣 不信喔 差不多啦 差別就只有差在小數點而已 比方說台積電占了56.69 這個是0050的 那如果是006208呢 是56.62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那這個每天喔 這個ETF在為了追蹤指數 那會調整它成分股的一個比重 這個是變動了 那基本上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啊 0050跟006208 它本來就是一樣的東西啦 那就追蹤台灣50指數 那既然是一樣呢 到底該選誰呢 給大家答案啦 我覺得直接選006208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以現在我錄影時候的收盤價 兩者的這個價差來算 其實006208大概是0050的6者左右 那6者左右呢 也就是說 你同樣都在花錢定期定額好了 或者是一次買進 可是006208所得到的張數就是比較多 KIMOCHI就是比較爽 就是比較成就感 雖然張數不代表報酬率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覺得呢 如果你花同樣的錢 那既然兩個報酬率理論上是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是選張數多啦 因為張數多除了成就感以外 其實有時候你如果要調節 比方說 當你需要用到資金的時候呢 張數比較多的 它比較好去調控 因為比較貴的 你可能賣掉一張 其實你也不需要賣掉一整張 那賣零股 我知道可以零股交易啦 但是呢 我個人 我覺得KIMOCHI上 張數的交易 我還是覺得比較喜歡的 而且零股交易 會比較容易跟市價 有一點價差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用一整張的市價交易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收集到更多的張數 或者是你近期訂閲 想要看到這個股數的累積 是比較有感的話 那006208這一點是優於0050 欸阿可以 那績效真的都一樣嗎 當然是不可能一模一樣 但是只能說非常非常接近啦 阿哥你有幫大家統計過喔 0050在過去10年 它的年化報酬率是14.9% 所以非常好 其實很厲害耶 因此啊 如果你選股 自己算股票也貪不到這個報酬 其實喔 要指數型的 這種市值型的ETF 這樣就對了啦 比較簡單啦 那另外呢006208 答案是 過去10年年化報酬 15.1% 欸 後面的比較強喔 0.2% 如果一年多於0.2% 我們10年算個2% 如果你是累積到1000萬 差個2%也20萬 20萬其實也是一個 也不是小錢耶 也不是小錢 而且就是說 既然都在買一樣東西 我當然就是買 績效比較好的那一個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績效差異呢 原因 出在管理費用 大家有機會可以打開 Ugly的價值成長股APP 你輸入ETF之後 點一下基本資料 可以看到 欸 0050啊 它的低銷 就是說管理費 跟這個保管費 低銷是0.355% 那另外呢 006208 欸 魔鬼就出在細節裡 為什麼一樣的東西 我績效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低銷只要 0.185% 好像這個 才一半多一點而已耶 所以 這種市值型ETF 你是定期定額 或者是你單筆買進 理論上啊 都是在長期投資的 因為在玩波段的人 他會喜歡買中小型股 標股 或是單一個股 這樣等等 所以ETF呢 在長期投資的情況之下 既然是一樣的東西 那管理費比較低了 那是不是日積月累之下 這個差異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呢 給大家結論啦 我覺得 以006208 為投資台灣50指數的首選比較好 欸 這集不是業配 這集不是業配 這是扎扎實實的一個事實啊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累積更多張數 以及說 技效真的有比較好的話 那就是006208 那其實呢 我覺得以後00520 或許也有機會 再成為首選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喝敗叫輪 其實從2013年到2016年 這一段時間的報酬 00520是44%的這個報酬率 那對比006208大概是41% 這還贏耶 但事情又發生了改變 2017年之後 到現在 這七年多的時間 00520的報酬率 反而是輸給006208 006208在這段時間 繳出了252%的報酬 00520只是繳出241%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績效差異呢 答案就出在 富邦想說 我比較慢出的 我沒辦法有名 規模還沒你大 你大可以怎樣 先講價嗎 人家說早買早享受 晚買的想折扣 晚一點買006208 跟006208晚一點出 他在2016想說 自己拚了啦 調降管理費 這個就是績效產生來源的差異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去10年 這個年化報酬率差距是比較小一點 可是你如果從 2017就是正式調降 006208的管理費之後 其實兩者的差異 七年差了10% 這個確實越來越多 你如果一千萬 累積起來還是蠻可怕的 你如果一千萬差個10% 就差一百萬了 所以這個績效算是差的有點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從2017年開始 年年績效006208是打敗0050 所以這個是扎扎實實的 因此現階段我覺得 投資台灣50指數的首選是006208 那這邊呼籲一下元大投信 降低管理費 繼續跟富邦拚 反正對我們投資人而言 上笑我就買上 我們就是這麼現實 就是這麼無情 那另外呢 再講到最後一個議題 就是在講到配許率的部分 同樣阿葛你打開 我開發的價值稱讚股APP 可以看到這個0050的這個股息 跟006208的股息 如果以這個配息的殖利率來看 0050是比較高 那這樣老邊要選誰 哎呦 可是我存這個 我不在意股息啊 給我幹嘛 其實老邊就說到重點 你要股息的 你就去買高股息ETF就好了 真的 市值型ETF的優點就是說 他要賺資本利得 那你隨著投資 市值型的ETF越來越久 你的本是不是越來越大 對 那隨著你投資很久 你的職業通常呢 也年資越來越高 收入也越來越高 這時候呢 稅金的問題就會出現 那在有稅金問題的情況之下 配比較多的 你是不是有稅付成本 那如果你的股息再投入 再繼續買0050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交易成本 跟稅付成本兩個都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006208 你以殖利率來看 沒有那麼高 反而是比較好的 反正你沒有配給我的錢 你也是留在鏡子裡面 也是隨著這個成本股的 市值成長 跟著一起成長 所以總結來說呢 那個利歸納 三個重點給大家 第一 純006208呢 它的張數的累積比較多 你比較有感 對 張數多就是爽 第二就是 它的管理費比較低 這很直接的影響到績效 就是績效再列出來給大家一次 自從2016調轉管理費之後 2017至今 每一年績效 006208都是贏過0050 第三 我覺得市值型ETF配息 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重點 反而配比較多給我 又增加我稅付的成本 欸 原來ETF就不會加這麼多 假說耶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不要錯過這些資訊的話 其實除了鎖定阿格莉的YouTube頻道以外 其實在0050跟006208的對決 跟詳細解說的文字版 我高達上千字 其實阿格莉已經早一步發表在我的價值成長股App當中 而且是免費版公開的文章 那我的App呢 除了每個月有兩篇免費的文章以外 還有六篇VIP專屬內容 以及兩個VIP的影音 那如果你是對於這個App有興趣的話 阿格莉的App呢 在10月21到10月25 有限時優惠活動 那相關的這個連結我就放在說明欄 以及留言區置頂給大家囉 那希望這一集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你想聽到更多ETF的對決 比方同類的高股息對決 什麼幹感型政惡對決 就歡迎留言給阿格莉 我們下次幫你解答囉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映祥月公開說明書